日本小林製藥紅麴原料食安問題 持續擴大 累計四人死亡超過百人住院 小林製藥公布問題產品訊號 將回收百萬件產品後銷毀 美國巴爾地摩跨港大橋被撞倒塌 肇事貨傳六年曾出過三次意外 調查人員取得記錄器 將重建事故時間線 運輸要到損毀 也衝擊當地經濟合作業 紐約大都會每天超過90萬輛車 開進曼哈頓 6月中將開徵塞車費 預計堵塞將降低17% 並提升空氣品質 成為全美首例 再過四個月 2024巴黎奧運開幕 贊助商LV火炬箱首次亮相 還打造獎牌專用箱 巴黎民眾則準備在奧運期間 離開市中心 出租公寓賺外快 預計一碗90歐元 到時攀升到330元 荷蘭去年限制 ASML半導體設備與技術輸出中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荷蘭首相時表示 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止中國科技進步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關注的是台灣 也現在在高關注的 日本小林製藥紅麴原料造成的死亡性食安問題 現在像雪球一樣已經越滾越大 日本目前已經累計了4名死亡案例 超過100人住院治療 小林製藥總公司在大阪市 市政府已經下達行政處分 命令小林製藥 不論序號跟生產日期 凡事跟這一次事件同款商品 全部要從市面上全數收回 而3月28號小林製藥召開股東大會 社長落淚道歉 但是股東依舊痛批 整個小林製藥內部反應太慢 體制管理鬆散 才會造成了這一次的大錯 小林製藥紅麴事件快速延燒 總公司所在地的大阪市正式介入調查 周三大阪市政府宣布 已對小林製藥祭出行政處分 下令回收三款保健食品 對象為市面上所有批號或製造日期 待招回完成便下達廢棄命令 大阪市也會在期間查明原因 小林製藥所生產之紅麴保健品 標榜控制三高對人體有益 其中紅麴膽固純help 更是百萬熱銷商品 消費者本想吃了強身健體 沒料想竟把肾給吃壞 甚至連命都賠上 小林製藥公開最新受害消息 強調因果關係雖戰不明瞭 但死亡案例已累積四起 106人住院治療 企業的特赦窗口收到至少3000件諮詢 只不過這些僅是冰山一角 不知是有意關閉或來電過多 小林製藥的客服根本打不通 許多消費者求助無門 接受採訪的男子表示 家裡的紅麴膽固純help不但中標 批號跟與其中一名死者相同 儘管身體沒有異狀 卻快被恐懼給壓垮 小林製藥百年經營 對日文人來說是個牌子佬 品質好廣告也不少的藥廠 而這次風波恐怕讓小林製藥 幸運掃地 週四上午小林製藥 舉行閉門股東大會 社長小林張浩落淚道歉 卻有不少股東難掩憤怒 痛批小林張浩不過是一台獨稿機 面對所有問題只會說調查中 特別是安全機制如同虛設 抨擊管理體制鬆散 此次紅須事件最令外界氣憤的就是小林製藥1月15號收到健康警告 卻在3月22號才對外發表 兩個月來毫無作為 而消息公開後小林製藥人是一副狀況外 做不到資訊透明化 消費者草木皆兵 就連與小林製藥無關的品牌也遭受質疑 笛紅包式系統瀑布 ベニ公兵の色素というのは天然色素ということで 昔から使われていたし 今も大変好まれている ベニ公兵自体には何の心配もありません 天候被害は人気の障害ですから おしっこが出にくくなるとかですね あるいはむくんでくるとかですね そんな症状があったらすぐに 病院に行っ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ベニ公兵そのものが悪者というわけでは決してない 食品、医学等专家提醒 对于红麴不用太过紧张 亦不必刻意避开使用 而大白一名医师与事件经受医师交流 表示此次事件 民众的确不易自我发掘症状 因此同样呼吁 若服用了相关产品而不安 可前往医院检查尿液或肾功能 以免过度担忧 引发其他身心不适 第四新闻中的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 美国马里兰州货轮撞倒大桥的意外 六名落水维修的工人 其中有两个人的遗体 周三被找到 他们被卡在皮卡里面 另外四个工人推论非常有可能已经压在桥梁的钢窖下面 那么现在必须要等整个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够打捞 巴尔蒂摩这个大伤港因为意外关闭 经济损失非常大 现在必须想办法尽快开港 就清理的程序来说 现场的工程非常浩大 必须先切断桥的钢梁 把断桥钢梁切完之后分批清运 另外 肇事货轮的稳定也是一大挑战 因为这个里面 在有毒化学物质的货柜 那么同时本身 还有很多燃油 因此如果外泄的话 也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和海港危机 因此巴尔蒂摩港 短时间内看起来没有办法覆开 马里兰州 巴尔蒂摩港 货轮撞桥意外 六名落水失踪维修工人 两具遗体 周三被巡获 潜水员在7.6公尺的水下 发现两人被卡在红色皮卡车中 他们分别是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级的工人 另外四名工人 极有可能被压在桥梁钢架下 必须等清除工作完成才能打捞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部的调查人员 已经取得肇事船的记录器 并约谈船上相关人员 除了厘清船之出事原因 也要检讨桥梁安全是否有疏失 记录器的内容显示 货船在失去动力后 驾驶舱的警示设备大响 船长要求水手立刻下矛 阻止船之前进 CN进入大型货船的模拟舱 还原当天驾驶舱的状况 船只撞上桥蹲前 曾经短暂恢复电力 驾驶员也立刻做出紧急处置 但为时一万 桥梁结构安全也是意外检讨的焦点 运输部长朱塔布吉认为 凯伊大桥在1970年代末建造 当时大型货轮还没有问世 桥梁设计本来就没有承受撞击的考量 这次瞧它有其历史因素 专家持不同意见 认为意外仍然可以避免 只要在桥墩附近做好防护措施 朱塔布吉表示 目前首要任务是尽快开港 不过清理事故现场的工程浩大费时 要先切断桥钢梁 再分批轻运 此外赵氏货船上有150万吨汽油 上万个货柜 其中50个货柜中装的是有毒物质 轻运过程中必须保持船只稳定 避免污染物外泄 过去六年 厨师货船达利号发生过三次死亡意外 船上电梯夹死过一名水手 还有船员坠海 去年还与一艘易货船相撞 一名水手身亡 智利去年六月也一度暂停达利号出海 检察员发现货船的压力表故障 由于国际货船运作相当复杂 通常牵涉到很多国家 未来就责也会是一项大功臣 巴尔蒂摩港是美国第九大国际货港 去年运输5200万吨的货物 港口和航道全面封闭后 共有十艘货轮困在港口 封港的经济损失可观 巴尔蒂摩港也是美国汽车运输大港 去年共输出了85万辆汽车 港口关闭对汽车业造成不小冲击 日本尼桑汽车计划转由纽约和纽泽西港口出货 美国运输部开始规划桥梁重建 参考当初凯一桥的建造工程 最多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关注是以美国为首 结盟围堵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这件事 那么不但是有科技围堵 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另外贸易壁垒越逐越高 中国由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己上阵 现在力求突围 这次到北京访问的是荷兰总理 荷兰是高科技大国 有一个全球知名的企业艾斯摩尔 那么同时习近平也在这一天 接见了美国各个企业大佬 他积极展现拉拢的态度 他接见的包括了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那么但是他接见的里面 包括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还有AMD的执行长苏丰兹缺席 这些重量级的美国大佬没有参与登陆的习近平座谈 让他达到的效果看起来是相对有限 而在荷兰总理和习近平会面之后 始终没有松口同意要放宽半导体的出口限制 而总理还当面向习近平对北京当局支持的网络攻击表达了不满 周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这场会见 作为地主的习近平堆满笑容 欢迎到访的荷兰总理吕特 习近平尝试说服荷方在高科技晶片与半导体产业链上 与中方保持紧密合作 还强调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外传美国拜登政府目前正与荷兰日本南韩与德国的盟友 积极商讨合力加强对中国半导体的管制措施 甚至请求盟友阻止国内企业为中国客户提供关键晶片生产工具的维修服务 习近平的这番发言明显暗示何方应该避免让国内半导体制造商艾斯莫尔参与美方的高科技围堵 脱钩锻炼是没有出路的 除了向荷兰招手习近平当天还高调会见美国晶片制造商 高通总裁暨执行长艾蒙 私募基金K10集团执行长苏世民 联邦快递执行长辛伯文等十多名美国商界代表 交流合作最后交融 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友好可以透过民间力量来创造 暗示与会的美国企业代表应该发挥对白宫的影响力 停止对中国的高科技围堵与贸易壁垒 整场会见与习近平接见下属或中国群众代表模式相近 官方媒体还特别凸显习近平领头 美国企业家们紧跟在后陪笑聊天 以及美方认真听讲乖乖做笔记的画面 分析认为相关画面试图传达 美国企业步伐一致接受习近平领导的意向 然而在重振外资信心上没有太大效果 只能说是糟糕安排下的作秀 尤其前两天还在北京亲身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美国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以及超微半导体执行长苏兹峰等相对重量级的美国企业大佬 缺席这次会见 也让这场被北京当局作为中美合作样板的活动 少了点代表性 这与外传下个月将再度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叶伦 周三也在乔治亚州的一场公开演说中 直指中国在电动车以及绿能产业的产能过剩 已经开始向全球输出 这可能会造成市场扭曲损害他国经济 叶伦强调相关的产能过剩倾销议题 将会成为这回中国访问的重要讨论主题 至于北京当局借由习近平与总理李强的会见 以及商务部长王文涛的双边会谈 积极示好与拉拢的荷兰 却始终不愿意取消半导体出口设备限制 只强调不会让限制损及整体经贸关系 荷兰总理李特甚至表明 已经向习近平当面就中国政府支持的 网路攻击事件表达何方态度 据了解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 上个月曾经披露 北京当局支持的骇客 曾经在去年骇入荷兰军事网路 这是荷兰首次公开把网路间谍指向中国 在积极突破科技围堵之外 习近平也不忘继续巩固一带一路战略优势 周三他与到访的斯里兰卡总理会谈时 表明中方愿为斯里兰卡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据了解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债权国 但在债务协商上 中方只愿意延长还款年限和调整利率 拒绝调降借出的贷款价值 斯里兰卡在相关会谈后披露 北京当局愿意协助开发 可伦坡国际机场与汉班托塔港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而外界担忧 中方参与相关战略基础设施的开发 可能会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更具优势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世界上现在正有两场主要的大战役 持续的不断交战 而很多战争退役的军人 或者生命经历过重大意外的人 有的人会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PTSD 传统疗法是要患者不断的回想伤痛记忆 搭配呼吸调试内心压力 可是过程会引发很多不舒服 让许多人中途放弃 现在有一个创新的疗法 原理是让患者想象自己在看电影 用黑白片的方式重新整理记忆 降低创伤画面对大脑的刺激 现在治疗了3000多人 很多退役的老兵觉得效果不错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PTSD 顾名思义 是指人在遭受巨大冲击后带来的情绪障碍 可能是战争 也可能是遭受攻击 或是经历天灾 根据统计 美国每100名成年人中 就有5人患有PTSD 我生成了在黑白片中 你学习得很硬 但当你到美国来到美国 你发现你都会比较困难 你都会比较困难 越战老兵莫雷诺过去50年来 都在跟心中的负面情绪对抗 曾是越战期间的狙击手 他把这股情绪称为脑海中的恶魔 直到去年 莫雷诺在介绍下认识了博尔克博士 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帮助人们脱离PTSD 911事件时 博尔克担任 纽约世贸中心幸存者的治疗师 累积多年经验 如今自己创立PTSD疗法 创伤记忆重建方案 英文缩写 简称RTM 目前这项疗法已经成功治疗3000多人 博尔克博士还培育了300多名治疗师 RTM疗法的大略重点 是让病患想象自己身在电影院 将脑海中的创伤记忆化为黑白片 重新观赏一次 这能减少颜色鲜艳度对大脑的刺激伤害 因为疗法不需要精密仪器设备 远距进行也没问题 如果一切顺利 疗程只需要几天就能完成 目前经常被用来治疗PTSD的长期暴露疗法 由于需要患者不断回想创伤记忆 配合呼吸训练达到减轻症状效果 但过程往往带来大量痛楚 导致许多人中途放弃 RTM疗法则是让患者在脑海中搭建一座电影院 回忆过程比较没有压力 透纳是2004年伊拉克战争中的炮兵组成员 但他退役后战争的惨况老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新疗法帮助他重新面对创伤记忆 目前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针对PTSD提供多项疗法 对于新兴的RTM疗法抱持观望态度 强调治疗结果的数据看起来很有潜力 但并不符合当前单位对于PTSD治疗的方针 官方提供的治疗法是经过验证 有效而且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案 医疗不断进化 无论技术和理论上都是 2023年一项医学研究显示 其实打电动玩具也能帮助治疗忧郁症和PTSD 目前在美国已经有多家心理治疗机构 开始朝游戏治疗的方向发展 数位心理治疗公司英雄之旅俱乐部 安排客户和治疗师在游戏中对谈 能边治疗边打电动 解除压力的效果加倍 跳脱酒框架治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对谈 也不一定要重复经历压力痛楚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才能顺利打开心中的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要来介绍一部瑞士的纪录片 片名叫做《谁怕爱丽丝米勒》 这个片子的故事比较特别 它主要是焦点放在成年人忘不了的童年伤害 加害者会是自己的父母 有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师 他一直没有办法疗愈自己跟母亲长久的关系 他母亲最后主动断联放弃和解 但治疗师知道他自己必须恢复过来 所以他追溯探寻母亲的政治受难者身份 然后从成年人角度看待当年他少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母亲正在挣扎求生 他尽管最后没有办法得到终身渴望真正的正常母爱 但是他也为所有政治受难者的后代 开启了一条怎么样从理解走向谅解的道路 你可以形容一下在你的心里面 你爸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吗 陌生人 跟路上陌生人一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些已长大成人的纪录片观众 参加公式主题之夜秀 谁怕爱丽丝米勒应后论坛 也谈起自己离完美很远的原生家庭亲子关系 我考前三名回家告诉爸爸 希望能让我去看电影 爸爸把钱扔在地上要我自己剪 还说你只会白吃白喝 我的妈妈把我拉到家门外 让我在家门口跪着给路过的人看 有血缘的亲子却像仇人 这些是难以启齿的伤痕 说了会被人用小题大做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等道理教训 但情绪痛苦不被接纳是二次伤害 爱丽丝米勒是80年代 享誉国际的儿童心理学家 著作等身 终生提倡捍卫兽女儿 她的儿子马丁米勒也是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 马丁到美国拜访她的伊伦卡表姨 医生俩一起看爱丽丝米勒当年受访片段 马丁悲从中来 她其实是在父亲家暴 与母亲冷暴力中长大 有父母的学术声誉照顶 没人相信她在原生家庭中身心受闯 快70岁了 马丁内心的那个孩子还是哭出来 我 accordance 对ング、 Simko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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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论 我论 我论 我是真的 做什么 马丁被父亲家暴虐打到16岁 长大后的他成为心理治疗师 但与母亲的关系仍旧疏离对立 他渴望母爱 但母亲永远没有温情 甚至指责他跟生父站在一边 马丁对母亲从哀求到质疑 但就连父亲打我 你为何不保护我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母亲的指责让马丁含冤莫白 他从父母身上都得不到爱 多年后马丁才知道 母亲在他半岁前甚至不愿照顾他 因为婚姻中没有爱情 马丁生父是波兰裔纳粹眼线 二战时期威胁要揭穿 母亲一家人的犹太裔身份 母亲被迫放弃了当时的恋人 结婚才得以逃离波兰 痛苦怨恨让他抗拒接近亲生儿子马丁 表姨伊伦卡还比较像他心中正常的母亲 马丁自己也步入晚年鼓起勇气要解开得不到母爱的谜 他拜访母亲少年时与晚年独居时的亲友 也跟表姨一起来到他的出生地波兰 但不仅没印象也没感觉 但他还是试着了解自己的犹太裔背景 母亲从没告诉过他 二战当时波兰境内犹太族群很难生存 少女爱丽丝被迫用假身份生活 天天要说谎 沉重的扭曲与压抑 让日后爱丽丝米勒面对婚姻和孩子 永远无法真心相待 只能在学术研究中说真话 但在书信中 爱丽丝承认自己对原生家庭 纳粹追捕和无爱的丈夫始终恐惧 丽丽丽丽丽丝 马丁不断质问追索 终于窥见了一些母亲的真实面貌 用成人的心情看待那个 16岁起就要隐藏真实身份的少女爱丽丝 以及她绵延终身的挫折悲伤 马丁对母亲从理解到谅解 也开始了疗愈自己的路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对于驾驶来说 塞车在车阵里动弹不得 恐怕是最无奈的状况 而全世界交通最庸涩的 应该算是纽约大都会 他们将从6月中征收通行费 想用这个来解决塞车问题 到时候会以天来计费 车主会征收通行费 最高有新台币1100块钱 结果反应是骂声一片 报导中在看 还有车商鼓励把梦想做大 在4月半比赛 邀请学生设计梦想车款 冠军得主能够在第二年暑假 亲自到车商那里学习 周三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 投票通过塞车通行费的计划 成为全美首例 从6月中开始 纽约市当局就会对开进 曼哈顿60街以南的小客车 征收15美元的通行费 大约470多台币 就大型的货车和巴士司机 则要付36美元 和台币要1100多元 包括这位 每天都开着餐车 进城做生意的餐贩 另外就连摩托车骑士 继承车司机 到搭Uber等轿车平台的乘客 也将面临各自不同的收费金额 照样惹来骂声一片 当局则反驳 目前每天有90多万辆车 开进最繁忙的中心商业区 而一旦开征通行费 不但能将车流量减少17% 提升空气品值 还可改善大众运输系统 根据预估 这项新规 每年可创造 10亿到15亿美元收入 但人可能要面临 纽泽西州等一系列法律挑战 至于汽车支撑底特律 要解决的不止塞车 因为车商Selentus 即将在这举办竞赛 邀学生设计出 心中的梦想车款 莫瑞勒斯已经是得奖 他最近的战机是设计出这台 以社交动力为概念的卡车 主办方表示 今年的竞赛主题就是未来性 第一名得主则能获得明年暑假 到Selentus旗下知名公养卡车设计部实习的机会 身为前冠军的莫瑞勒斯 也不吝啬分享自己实习过的心得 第二和第三名得奖者 除了能拿到苹果iPad Pro和触控笔 还能获得读创意相关科系的大学奖学金 鼓励学生勇敢把梦想做大 在荷兰北部这座叫做分担的城市 就有超回路列车 这种号称比飞机还快的运输系统 已经在慢慢成型 又被叫做超级高铁 工程师所在的位置是一条全新开通测试 以钢铁打造的真空管理 也就是未来超回路列车将行驶的轨道 回顾七年前 这超级高铁的第一节钢管 才首次对世人亮相 目前在已经把34节 直径2.5公尺的钢管给组在一起 行程一条420公尺的轨道 而这宛如电影中的场景 最初是由全球最有野心的男人马斯克 在2013年提出了构想 宣称当列车在低压真空的通道中行驶 可以达到700公里的时速 只是计划的进展比预期缓慢 加上建设成本惊人 不是所有人的看好 但欧洲试验场的工程师 对于把梦想化为现实信心十足 欧洲超级高铁的独特之处 是能够变换行驶轨道 欧洲超级高铁中心定下目标 要在2050年打造1万公里的超轨路 高速网路 TVS 传统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2024巴黎奥运 法国本土精品集团赞助 生活火炬和奖牌 由LV量身打造了高级专属定制的行李箱 170年的置箱工艺 这次高度发挥 很多巴黎人计划在比赛期间 把巴黎让给观光客 顺带出租自己的公寓赚万块 一房一厅在巴黎的公寓 到奥运期间一晚会锁价 新台币1万块钱 价格是平常的三倍多 巴黎奥运倒数120天 大会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奥林匹克圣火传地 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准备 巴黎奥组委在巴黎东边城市 特鲁瓦进行节理测试 要在赛前调整好警备 车队和各单位间的沟通 奥运圣火将从希腊搭船进地中海 预定5月8号抵达马赛 之后再全发64个城镇船地 行经包括圣米歇尔山修道院 法尔赛工和罗亚尔河谷城堡群 等具代表性地点 将会有11000名火炬手 共襄胜举 这回巴黎奥运 在世界最大精品集团赞助下 圣火火炬也有专属手工定制的 路易威登LV行李箱 在这个位于巴黎近郊 原本是路易威登家族大宅的工方 巴黎奥运火炬的LV箱 首次对外亮相 到时候奥运和帕奥火炬 各自会有量身打造的行李箱 LV同时也为奖牌设计存放展示箱 内有数十个抽屉 每个抽屉可放三枚奖牌 LV从1988年开始 为奖杯制作行李箱 希望透过热门体育赛事 提升法国品牌知名度 LV所属的LVMH集团 这回与巴黎奥运 签下1.5亿欧元 相当台币52亿的赞助 旗下多个品牌参与 包办奖牌 法国对制服等设计 而奥运期间 圣火要放在哪 法国媒体报道 奥组委放弃了 安置巴黎铁塔的想法 现在主意放在罗浮宫 和协和广场之间的杜勒丽花园 有巴黎人舍不得在奥运期间离开 不过也有人想要趁机赚点外快 在赛事期间把自己的公寓 出租给涌入花都的观光客和游客 卡桑一房一厅的公寓 距离许多代表队下榻的 拉维列特公园 徒步约30分钟 在4月一碗租金90欧元 到了奥运期间 价格就冲上330欧元 和台币约1万 巴黎人摩拳擦掌迎奥运 巴黎奥组委也在法国邮政博物馆 正式发布官方奥运邮票设计 才装饰艺术风格 融入巴黎地标 如巴黎铁塔和赛纳盒 将发行80万张 4月5号起对外发售 而为了与2024巴黎奥运相呼应 第三届巴黎市甜点大赛的主题 就是体育的价值 大奖由米其林新级甜点师傅 萨米伊的作品 跳水欧培拉拿下 本身也会跳水的萨米伊说 惊吓游客和奥运参赛者 都可以尝到这款跳板蛋糕 他将在奥运期间 把它商品化推出 好 来关注的是家电市场 由于经济始终不整齐 所以家电市场的买气停滞 AI能不能成为助力 南韩两大电子公司 三星和LG 不约而同推出了AI电视 解析度跟音质当然同步提升 在家里收看串流影平台的影片 会有沉浸式的观影效果 这是南韩三星电子 推出的新产品 AI TV 乍看和市面现有的电视差不多 里头的配置大大升级 技术的核心是 三星电子自发展的 TV用AI 반도체 但电子电子比8倍慢 512个人工新疆망 和2倍 빠른新疆망 처리 장器 以为特征 透过三星最新的AI技术 即使是低解析度的内容 也可以升级到8K解析度 呈现更清晰的视觉效果 同时音质也更加优化 带来更棒的视觉影音享受 类神经网络 可以感知观众视线集中的部分 分析事物或人物等等 提高沉浸感 另一届南韩企业 是能够分析像素单位提高画质 就连Netflix Apple TV Plus等 OTT平台内容 也能及时提高画质 专家分析在家电市场饱和的情况下 搭载AI功能的产品 将成为企业新的营收模式 除了AITV 三星和LG 在其他智慧家电战场 也纷纷推出新品 LG전자가 지난달 말 내놓은 세탁건조기입니다 말 그대로 제품 하나에 세탁기와 건조기가 합쳐진 가전입니다 세탁건조기를 사용하면 세탁이 끝난 빨래를 건조기로 따로 옮겨 담을 필요가 없습니다 그리고 세탁기와 건조기를 따로 사용할 때보다 공간도 더 넓게 활용할 수 있습니다 삼星电子 也在同一时间 推出了洗烘一体机 事实上 家电大厂 不是第一次推出类似产品 但以前是利用高温热风 来干燥衣服 这次两家企业 推出的产品 都采用了低温吸湿的热泵技术 消费者的反应也很热烈 三星电子的洗烘一体机 上市短短三天 就达到一千台销量 率先在北美市场 推新产品的LG电子 今年一月在当地销量 也比现有产品 多出五成以上 从洗衣机到AI电视 LG和三星不断创新开发 在印经济不景气而停滞的 家电市场找活路 TBS新闻综合报道 来关注大陆内蒙古 出现严重的沙尘暴 整个天空变成了橘红色 能见度不到50公尺 因此官方紧急发布 停工停课的通知 27号开始 大陆内蒙古发生严重沙尘暴 当地民众直击画面显示 整片天空呈现橘红色 市区街道灰蒙蒙 空气浑浊 交通号制都很难看清楚 就怕发生意外 车辆只能放慢速度 极大风速是28.4米 就是达到10级 最小能见度当时是88米 能见度特别低 受到地面气旋和冷空气影响 内蒙古不但风大 沙尘又浓 导致内蒙多条高速公路 临时关闭 包括呼尔浩特等地 都被迫停工停运停产 大风近期持续往东吹 大陆首都北京空气品质也急速下降 目前大陆官方通报 包括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南 都有部分地区出现浮沉天气 另外在云南昆明机场 强劲的风势 还把建筑顶部部分金属建材掀起 大量杂物在空中飘散 索性意外没有影响搬机飞行 造成延远伤亡 TVBS新闻谢谢西林敏珍 综合报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鸣 我们下一次 特别人 听得到 搞不错 我们做我们的